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一场被人设计好的游戏 你要么选择做操控游戏的人 你要么选择做被别人操控的人 搞钱的机会从不缺少 只是看你能否利用人们心智中已经存在的观念 首先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其次是利用人性的优点 其中最这个地域里面列举了人的七种裂真性 分别是傲慢 嫉妒 愤怒 懒惰 贪婪 淫欲 暴食 这些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是刻在股丝里面的东西 而商业的底层逻辑恰恰是利用甚至放大人的列更新 相亲交友 利用你的淫欲 金融彩票 利用你的贪婪 财饮行业 利用你的暴食 线上购物 利用你的懒惰 炫富平台 利用你的傲慢 游戏行业 利用你的愤怒和嫉妒 你在现实中的委屈和不爽 在游戏里面得到释放和宣泄 你要知道每一位商业头领都是利用人性的高手 比如李浩美色 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机每次都会刷到各种的穷人家漂亮女儿 如果你想变富 那么你会刷到各种各样 研刀们的演讲 就像我这样的 你的人性在所有的商业面前都暴露得一朗无一 无处躲藏 你喜欢什么 他们提供什么 把你所有时间和注意力的空位全部填满 直到你发现你手机里面全是你喜欢的东西 如果你想堕落 你想阴梦 你想抑郁 你每天收到的都是这样的信息 就会让你堕落到永无翻身之日 当然 如果你想进步 就会让你永远都在进步 这导致了强者越来越强 而弱者越来越弱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别人的局里面 你每天看到的东西 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而那些真正的布局高手 都是人性的高手 那美的就是赚钱 关注我 下期见